好 最新的现场带你来看到发生在今天凌晨的时间 新庄的这一期死亡火警导致四个人不幸丧生 那本来传出了起火点很有可能是在印刷厂 不过现在进一步的来判定比较有可能的 有应该是在这个面包店的二楼 最新的状况我们要连线给记者邵凡选 好 主播各位观众 今天凌晨三点多的时候 在新庄华城路是发生一起火警意外 那根据了解稍早之前的时候 简座以及监视小组都有来到这边来进行财政 而且他们也初步判断了疑似有可能是从面包店 后方铁皮屋的工作台上就是起火点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简座的说吧 目前这个现场初步勘验的结果 起火点应该是在面包店的厨房 那我们已经指示警方人员去做这个必要的财政动作 那真正的起火原因还有这个起火点呢 我们还是要以这个火场的监视报告为主 等做出来之后我们再做判定 那现场的两句遗体呢 可以确认是一男一女 那不过因为已经 面目不可辨识了 所以我们会做这个必要的采集检体之后呢 那等报告出来我们再来判定他们的生认 谢谢 好我们可以听到呢简座是表示说 他到了印刷厂的二楼是有发现两具胶式也就是骨性夫妻 那至于呢他是不是先前呢可能呛伤还是可能被烧死的情况 这个死因呢都还是要在调查的 那刚才呢建设小组呢他也强道说其实呢 这个起火点是在那个面包房铁皮屋后方的工作台上 他说当时呢工作台上是有放有烤箱以及还有搅拌器 那这个两个机器呢都是有插电的 但是都没有使用的情况 而且后方呢都有电线呢会有经过 所以呢是不是有可能电线走火 他们都还是必须要等到见识报告来进行鉴定呢 才能够来了解情况 那目前呢根据了解下午的时候呢 成姓夫妻呢也会来到这边 来对他的9岁儿子和8岁女儿来进行招魂的仪式 以上是在现场的最新情形 我们先来镜头还给彭女主播 好 樊轩带我们的最新消息 新装这场恶火导致四个人不幸死亡 那么起火点初步研判 并不是大家原先所说的印刷厂 而是在印刷厂旁边的面包店二楼